他們 昨天你們 台灣隊挺進土耳其救援旁邊 僅僅跟著一個人 一聽到當地人的呼喊聲 總是跑在最前面 原來他是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 土耳其助理教授葉馬斯 看到家鄉有難特別加入 台灣隊幫忙擔任翻譯人員 我聽到有台灣團要來土耳其要救 所以我第一次就馬上說 跟太太跟小朋友說 我一定要參加這邊幫忙 最少我可以幫得了他們的翻譯人員 滿滿的感謝用言語都說不清楚 葉教授只要一有空就會走到休息區 一一關心每個人的狀況 還得無時無刻繃緊神經 先生那邊很激動 先讓他們 對 自己的人激動 先讓我們不用管理 因為這邊我們 對 不用管理 他們什麼時候要 葉馬斯為了讓救援更加順利 隨時跟在台灣隊旁邊 不怕危險一起走進倒塌的房子中 葉馬斯1993年來台灣學習中文 取得美交娘並生下三名子女 而他後來在台灣取得博士學位 還在東海大學任教五年 外界傳出台灣搜救隊發現生存者 卻被土耳其官方客氣地請走 葉馬斯還原當時的狀況 那邊一些有九南隊 我們找到之後 他們客氣地說 你們可以再去幫忙其他地方 因為其他地方更需要你們 我們這邊可以自己來救起來 因為心急可能雙方有些小誤會 葉馬斯希望靠自己的翻譯 能夠當起中間的橋樑化解誤會 也讓台灣隊能夠完整發揮救援能量 三星園彭關於王維煌 突得起報道